12月30日,蒋敬夫因涉嫌家暴被拘留后首次发文 人生落梦,听说你过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,何必闹老朋友 不过谢谢你,律师表示因为警署禁止使用电子产品 如果博文是其本人所发,目前情况有两种 如果一时,检方已经做了不起诉的决定 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延长拘留 检方已经意见一致,但因为假期原因,尚未走完成程序 等假期后发正式文件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